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宝具移民的哈娜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来聊聊聊新加坡的医疗吧 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期的世界健康报告里 对各国进行医疗体系的比较 还有对预期寿命的排名 综合对医疗水平接受医疗服务的难易度 以及对医疗费用负担公平性能的评比 结果显示新加坡位于全球第三名 可以见得新加坡的医疗服务素质非常高 而新加坡的医疗卫生系统 也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亚洲最有效的医疗系统 在亚洲属于最高水平 也是最有能力应付重大医疗危机的亚洲国家 这个制度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 新加坡政府逐步推出的3M医疗保险制度 也就是医疗储蓄方案 医疗保护方案 以及医疗基金方案 医疗储蓄方案 就是每一个新加坡的在职人士 都要为自己公积金户口里的 医疗储蓄户口来供款 让每个新加坡国民都可以用 自解医疗储蓄去支付 个人或是直系清除的 基本医疗及住院开支 医疗保护方案 就是一个补充医疗储蓄方案的计划 只要是有医疗储蓄户口的人 都可以选择升级到这个方案 如果有重大疾病或是慢性疾病的医疗开支 就可以透过这个户口来支付 务求做到使用者自付的目标 进而减轻政府在国民医疗开销的负担 至于医疗基金方案 就是新加坡政府 为了帮助贫困的新加坡人支付医疗保费 而特别设立的一种捐赠基金 这个基金保障的所有新加坡人 无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 都可以得到良好以及基本的医疗保障 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更曾自豪地说过 在确保人人都享有必要的医疗照顾的同时 我们并没有大量耗费资源 也没有让病人还需要大排长龙等候动手术 时至今日新加坡的医疗保健系统 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 3M医疗保险制度真的是功不可没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任何和新加坡移民相关的问题 都欢迎与我们预约咨询 保具移民用心为您找到最合适的资产配置方式 以及最理想的居住环境 帮您实现人生发展传承家族财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